大家好,我是一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经典的凉磅洋葱 做法超级的简单 做好之后清脆爽口 开胃又解腻 而且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干末 加入一勺面粉和一勺白糖 然后往里面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 加入了面粉 可以有效地吸附掉末尔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加入白糖可以加快末尔的泡发 用勺子搅匀之后放一盘泡五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洋葱 先把它的头位都切去不要 我们在选洋葱的时候 要选这种紫皮洋葱 这种洋葱更加的清甜脆爽 将洋葱对半切开之后 再将它切成细丝 切丝的时候要这样竖着切 口感才会更好一些 全部切好之后 再把粘在一起的洋葱用手捏散 捏散了之后更加方便入味 然后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往里面继续加入一勺白糖 这里切记要加白糖 白糖同样可以杀出水分 而且不会破坏洋葱的口感 吃起来更加脆爽 腌制的时间 我们准备一个红辣椒 先把辣椒地切去不要 然后再取出里面的辣椒籽 因为这种红辣椒比较厚 我们把辣椒籽的里面 给它片去一些 这样不仅切出来的辣椒丝 更加的细 而且会更好看 最后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将辣椒切成细丝 红辣椒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吃了对身体有好处 全部切好之后 再放在碗中备用 接着再用同样的方法 准备一点青椒 也把它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 和红辣椒放一起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点香菜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磅大蒜 用刀将它压扁 然后再改刀切成蒜末 要稍微有一点颗粒感 全部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木耳泡好之后 我们再倒入清水 将木耳抓起干净 用面粉泡过的木耳 已经非常干净了 接下来将它放到菜板上 把木耳也改一下刀 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 然后锅中水开 加入一勺石银 把切好的木耳 倒进锅中 将木耳煮熟 大概三分钟左右 煮熟之后 再用漏勺将它控水捞出 接着放在凉水中 过凉 这个时候的洋葱 也音质好了 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接着我们往里面 倒入适量的清水 最好是使用矿泉水 把洋葱表面的糖水 给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用手挤干水分 放在大碗中 这个时候的木耳 也已经过凉了 过凉的木耳 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接着我们用手 拽干木耳的水分 和洋葱放在一起 接着倒入辣椒丝 小葱加进来 蒜末倒下去 爱吃辣的加一勺辣椒粉 一勺白芝麻增香 然后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接着往里面 加入一勺生抽 再加入两勺香醋 少许的食盐 再来一点鸡精 香菜倒下来 再加两勺炸好的花生米 接着用手 给它抓拌均匀 我们可以用双手 这样搂着拌 这样可以抄起底下的调料 使它更加的均匀 让里面所有的食材 都沾上料汁 多拌一会儿 让它更加的均匀 最后 全部拌成视频中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的 凉磅洋葱 就可以出锅 装入盘中 以后洋葱买回家 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做一道这样的凉磅洋葱 开胃又下放 营养又解肠 做法简单 经济又实惠 如果您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